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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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感受 你喜欢战争 说这种话的人 他们没见过战争 所以像老胡这样 经历过战争的人 是绝对不会喜欢战争的 那是南斯拉夫战争 接下来2003年 又发生了伊拉克战争 我到了那里又见识了另外一场战争 像我们这些人在外围的人 我们只能从外面去用自己的办法 想办法去接近战场 而那是真正危险的时刻 因为你去接近战争 因为你去接近战场 你没有路条 你没有通行证 你很有可能在路上被人打死 战争爆发的第一天 我出了新闻中心 自己跟着几个人 我们租了一辆车 车主就跟我们说 上车600美元 只要咱们穿过边界 800美元 如果能够听到枪声 1000美元 就这价 我们没什么说呢 咱们上去 我跟我的同事 还有一个俄罗斯记者 一个日本记者 我们一块上了他那辆车 在越野车往前走 但是半截 在沙漠中 发现我们迷路了 看着太阳 就要落山了 那没山 就要落到沙漠上了 我一看 路都找不到了 我跟他们说 咱们马上回去 不去了 他们说 为什么要走啊 我说 一会儿天黑了 咱们一个灯 在沙漠上这样照着 那不定哪颗导弹就过来 因为人家不知道 咱们是什么人 这是很危险的 我说咱们回去吧 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回到新闻中心 看到很多人在那儿 一沉着脸 甚至有人脸上 好像刚哭过 我问 出什么事了 他们告诉我 三名独立电视台的记者 英国独立电视台的记者 因为自己租辆车 往前线跑 被美军当成恐怖分子 一颗炮弹打过来 三个人全死了 我当时一听 这不就是我们的经历吗 是吧 我们就回来了 他们是三个人往前走 让人给打死了 所以这就是战争 你想想 我经历了这些东西 回来再看和平 和平多美好啊 对吧 而中国 就是在这过程中 不断和平发展的 多幸福啊 和平 来之不易 中国这些年啊 确实啊 走了一条 非常独特的发展之路 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样的国家 我们怎么往前走 真的 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 我觉得第一点 中国 很清晰 我们要和平发展 怎么和平发展呢 那和平发展 能有空间吗 很多国家都知道 要拓展发展空间 而拓展发展空间的过程 就是以周边摩擦的过程 就是冲突的过程啊 但是中国怎么办呢 我觉得中国人 非常聪明 中国各地的 老百姓 呼吸做生意 甚至到了南非 那样的地方 你去看 那中国城里面 有多少小孩 不会讲当地语言 但是他们就来了 就是 我们中国 把做生意 把合作 当成 我们向外走的 一个 基本的方式 生意只要能成 就一定是互利的 对不对 不互利 这生意做不成的 合作 也一定是互利的 不能是强加的 这个过程 不亏利 不聘 这就是中国的本事 我们用这种办法往外走 这是第一 第二 也很重要 中国不断强化自己的综合国力 包括军事实力 我们也在发展 我们建立起了强大的人民军队 有了很强的威慑力 我们很和平 但是你别惹我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中国逐渐不怒自威 我们不用说 但他们都知道中国很厉害 谁也别惹我们 我们是有力量的 这是第二 第三 中国不好战 我们的核心利益很清楚 遇到问题 我们与别人和平协商 争取通过谈判 解决问题 而不是统哲 以武力相威胁 所以中国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发展的方式很健康 很有可持续性 因为互利嘛 对不对 而且呢 我的实力很强 我不是一只肥的 谁都可以拿到的随便宰割的肥羊 是吧 我们是一只和平的雄狮 谁都不能够随便宰割我们 而且呢 我们又不好战 我们不主动惹事生费 国家是什么 它是我们 个人利益最外部的那道屏障 平时呢 我们可能看不到它 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但是呢 它在那里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安稳 比较稳定的国家里 大家说这是为什么 我在塞尔亚当记者 有一位这个美国的老记者 我们俩聊几天来 他就跟我说 共产党是中国的凝聚力量 因为他说 中国的地域很大 是共产党 把这个国家给凝聚了起来 他说 有共产党在 今天的中国就在 如果没有共产党 今天的中国就不复存在 他在这个话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好像是那一天 当时我三十几岁 那位老记者 美国老记者 是我今天的年龄 我当时好像突然明白了 凝聚力这个词 我过去不太懂这个词 尤其在政治上理解了凝聚力这个词 他跟我讲 南斯拉夫为什么解体了 是因为南共盟解体了 共盟一解体 各个民族的共和国 他们凭什么在一起啊 就分裂了 苏联为什么解体啊 是因为过去苏共 有凝聚力 把各个加盟国 给凝聚在一起 苏共解体了 所以呢 那个国家就解体了 所以我确实认为 中国的强大的体制 是我们这个国家 与其他国家 在相同情况下 差不多的条件下 保持稳定 保持定力 这个稳健向前发展的 一个重要条件 使得我们这个国家 能够保障 我们的安稳生活 使我们这一代人 甚至几代人 能够不经历大的动荡 能够在平静中 在不断越来越好的生活中 度过我们的人生 您也去过乌克兰 您觉得这场冲突 是否也是国际秩序调整 带来的一个结果呢 光折腾政治了 它就没完没了 这一波倒了 下一波再来 未来中美之间 真的会注定一战吗 把我们停滞下来 作为和平的条件 这点绝对不行 就是说咱们有没有 就是差点泄入战争的时候 那么咱们国家呢 又是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的呢 我觉得中国确实啊 非常的 这个有战略定力 我欢迎呢 尖锐的问题 越尖锐越有意思 傅老师您好 刚才听了您的 精彩的演讲 我们知道 在三十年前 南斯拉夫战争的时候 您是一位战地记者 也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 那么那场战争呢 也是苏联解体 国际秩序大调整 带来的一个结果 那么再看三十年后 俄乌冲突 您也去过乌克兰 您觉得这场冲突 是否也是国际秩序调整 带来的一个结果呢 那苏联解体以后 国际秩序在改变 它在改变的 由这个美国 跟北约主导的 这么一个趋势 它不断延续 尤其是在欧洲 然后不断地 北约东扩 这都是一个趋势 但是呢 直到有一天 俄罗斯受不了了 普京光一下 把桌子给掀了 这事儿就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呢 跟苏联解体是有关的 今天这场冲突 它是一个新的节点 我相信呢 人们对欧洲秩序的理解 都会发生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 跑得有多强 然后在之后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还要看这场冲突的结果 乌克兰的这场冲突 真的是个悲剧啊 乌克兰2014年闹事的时候 当时我去了乌克兰 我就说实话 搞得不是特明白 因为咱们外面的人 到那去看 你怎么搞 你们不是都是兄弟吗 干嘛呀 那在咱们来看 它就是个遗憾 乌克兰多先进啊 在过去 我学俄语的时候 我知道乌克兰是苏联 最先进的加盟国之一 等到我2014年去的时候 怎么那么破呀 那国家 真的是想象不出来那么破 光折腾政治了 它就没完没了 这一波倒了 下一波再来 这国家 老百姓还得是好好生活 是吧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像中国这样 给老百姓好的日子 这是一个国家 最需要做的 胡老师您好 刚才您在演讲里提到 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发展 互利共赢 我非常的赞同 但是呢 现在我感觉到 有很多事情 并不是中国单方面 能决定的 比如呢 我们一直拒绝 休息抵得陷阱 但是呢 美国就要加大 对华竞争 所以在您看来 未来中美之间 真的会注定一战吗 那中国究竟应该如何 管理与西方的竞争 才能把自己 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 谢谢您 哇 这个问题 确实很尖锐啊 让我来说 中美之间 会不会发生一场战争 这样的判断 很难呢 我想说 我们大家都希望 中美能够避免一场战争 而且呢 这种可能性 我认为是存在的 另外呢 我还认为 就是中美避免 一场战争的可能性 要大于中美 实际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所以呢 为了把这种可能性 更大的可能性 给它坐实 我觉得呢 值得我们大家去努力 那么我觉得 我们跟美国避免战争 避免这种战略摊牌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呢 底线是 我们中国得能够继续发展 我们不能够 以我们放弃发展 然后我们自己停滞不前 来换取美国的安心 这点不行 把我们停滞下来 作为和平的条件 这点绝对不行 他要是遏制我们 那我们就跟他拼 第二呢 我觉得呢 美国是什么 美国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 美国是美国人民 美国的企业 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都有利益 中国发展的 让他们也跟着好 这一点是有很多办法的 这也是应该我们去争取的 我们的市场更加开放 是吧 我们的相互的融入 更加加强 还有就是 我们中国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不仅是我们的阐述 还有我们的行动 来让美国看到 让世界看到 这个世界的权力结构 确实不必要 一定是零和的 就中国我们有一个文化传统 就是和的这种传统 中国经常这么宣誓 我们要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如果这样的过程 你看我们也很强大 我们又能够挡住美国 要对我们 这个采取军事行动 各种压制中国那样的野心 同时呢 中国确实要给这个世界 带来一股新风 不是西方主导世界那500年的 这个大国兴衰的 那个 通过战争 不断地改变这种格局的情况 然后这个世界真的有可能很美好 慢慢慢慢地 我觉得就走过去了 而且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是高度存在的 值得我们去努力 胡老师您好 您好 我是国民七零后 然后从我出生以后呢 我就感觉战争离我们国家呢 特别遥远啊 似乎觉得呢 就和平呢 已经习以为常 我想了解的是什么呀 就是说 咱们有没有 就是差点泄入战争的时候 那么咱们国家呢 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中国呢 和平了几十年 从你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和平了 所以呢 你对战争应该没有任何记忆 你像我还能记着一点 至少珍宝岛打仗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越南打仗的时候 我们当时都在部队了 是吧 你想想 部队的动员 我们很多同志们都在写 这个参战申请书 你们呢 确实没有经历过 回过头来看 我们也有过很多 挺危险的时候 如果当时 你说一激动 一冲动 那可能就打下来了 比如 美国炸咱们使馆的时候 多生气呀 但是呢 那件事和平解决了 咱们南海撞飞机的时候 是不是 搁我呀 不然就那我 不是旁边还有一架 咱们解放军的飞机吗 直接把那架飞机 给它打下来不就完了 那就有可能 引起更大的冲突 是不是 对呀 但是呢 我觉得中国确实啊 非常的 这个有战略定力 很清醒的 就是在很多时候 我们也遇到了挑衅 如果我们 也是有理由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克制了 我们当时的机动 然后我们顾全了打局 保持了战略定力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不断地蓬勃发展 没有人能冲击得了啊 当然美国 它想遏制我们 但它是用的是经济手段 是吧 那经济手段 我们用别的手段 也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要 用经济的手段 予以还击 所以我们的还击 还是很有效的 比如贸易战 跟我们打了半天贸易战 打来打去 我们中美贸易越来越大了 反而更大了 当时是5000多美元 我记得 现在是7000多亿美元 是吧 越来越大了 而且我们对它的顺差 也是越来越大了 它打什么了 所以呢 你看 我们用我们的合并方式 都会应对了 所以呢 我们中国实际上呢 就是战略定力 这点很重要 我们越来越强大 等我们更加强大的时候 台湾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 不就更加容易吗 是不是这样 胡锡进先生 您是中国媒体人中 为数不多的 在国外产生一定影响的媒体人 根据您的体会 我们如何在西方话语体系 主导世界的格局下 发出中国的声音 好 谢谢啊 我的影响力呢 我想说 首先来自 我在国内的影响力 他们会觉得 我在西方媒体上 说的那些话呢 是我在中国说话的回响 就是我在国内的影响比较大 外延到了国外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现在中国力量越来越大 就是咱们中国人到国外说话 本身就开始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重视 他们会对中国人 怎么看感兴趣 正好我又说了一句话 他们就引用我的话诶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不光是媒体人 我们各行各业 都有可能出一些人 在世界上产生 比过去更大的影响力 比如李子柒 为什么在西方 就有很多人看她 因为她是中国人 我想说的就是 因为中国大了 发展了 强了 所以外界对中国的 整体关注大了 我想呢 这种影响力呢 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开拓 我们的国内的 这个意见领袖也好 新闻人也好 以及各行各业的人也好 大家走向世界 要更加自信 没有问题的 中国的影响力 一定会越来越大 我跟很多人说 中国现在到了出世界级的 音乐家 画家 作家 媒体人 评论家 我们到了这种时候 让我们大家 千翻径发 八仙过海 一起来推高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好吗 你好 胡老师 有人说 今天的中国清闲 是最爱国的一代人 但是也有说法是 有些年轻人爱国 进行体验的口号上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该如何爱国 哎呀 这个问题都很尖锐啊 我觉得每一代人都爱国 那么这一代人 他们的爱国的内涵 内容 我觉得呢 跟我们那一代人 可能不太一样 首先呢 为什么呢 现在这一代人的爱国呢 他面临着一种 国外的舆论的压力 跟国外的舆论 和国内的某些 就是舆论 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然后对爱国呢 也形成了一些争议 爱国呢 他本身标签化了 然后这个本身呢 到底什么叫爱国呢 这个问题也更加突出了 不像过去 抗美援朝的时候 什么是爱国 大家很统一 是吧 然后这个抗战的时候 是吧 我们该怎么爱国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国统区域 跟共产党的区域 那是很统一的 那么怎么爱国 我觉得呢 现在的这一代年轻人呢 我觉得他们的爱国的使命 跟我们那一代人 跟更前几代人 都有点不同 那么现在这代年轻人 他们的爱国 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使命给完成了 这是他们的最大使命 而这一条 如果你说我们的民族伟大复兴 到了这个一万米 25圈跑到最后一两圈了 是不是 在这个时候 你一下子 趴了 绊倒了 那 多冤的 我们在那之前那么多人 流血牺牲 艰苦奋斗 然后到了今天 所以呢 这一条一定要记住 这是最大的使命 他开始忌惮 甚至有时候羡慕嫉妒恨 但现在呢 我们要做好准备啊 开放的外部条件 再变恶劣 是吧 因为人家不想搞 全球化了 或者继续搞 再把中国赶出去 面对这个现实呢 我们的选择不是回去 不是封闭 而是呢 进一步开放 我觉得中国未来 十年挺关键的啊 可能是我们崛起了 关键十年 就是未来 会不会形成 这样一种趋势 就会 世界日益会分成两大阵营 这种趋势的可能性大吗 西方 现在他们有一部分人担心 世界会分成两块 一个是西方 一个是非西方 但如果真出现这个情况呢 就出现了新冷战吧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女士曾经说过啊 咱们中国不是以超越 美国为目标 而是不断地提升自我 超越自我 就美国不自信 它现在实际上 不愿意跟我们平等竞争 经常就是 做很多小动作 是吧 做小动作 就属于没有自信嘛 我 我 做一杯 由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